台风季即将来临 该不该放台风架呢 考验首长们的智慧了 尤其在北北极首都生活圈 需要三方三位市长的共识 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昨天爆料了 他说每一次台风架都认为应该要放了 但是就是有两个市长 不主动打电话 他说自己不比对方小啊 也被认为是在暗指台北市长 柯文哲吗 引发讨论之后侯友宜今天急忙改口 他说这只是一种比喻啦 没有在讲谁 与青年座谈分享市政经验 侯友宜却忍不住爆料 首长间瞧台风架的秘星 不只不沟通交给下属办 还幼稚比大小就是不主动打电话 这两个市长到底在讲谁 时间回到2018年7月 玛丽亚台风来袭 北北极要不要放假意见分歧 结果朱立文晚间九点 不甩台北基隆 独自率先宣布新北市停班停课 但随后柯文哲则强硬表态 台北市照常上班上课 基隆市长林友昌选择跟进科匹 而这也是北北极六年来 首度台风架不同调 其实我只是在做一个比喻 很多首长你自己本身 只要沟通好 你底下同样都很好做事 改口只是比喻两边都不得罪 但基隆市每到台风天 就卷入双北之争 实在很无奈 知道这个侯市长所谓的大小之分 是什么意思 基隆市就是夹在这个台北市 还有新北市之间 其实真的是两大之间难为小 暑假到来进入台风广季 台风假政治学 也是了每位首长的必修课 记得新北基隆综合报道